好啦好啦 你不要再比了 我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啦 熱 好啦好啦 耶 為讓孩子了解 行校要及時的道理 母親節孝親感恩活動上 除了故事媽媽帶來短劇表演 全校師生也以手與歌 獻上對媽媽的祝福 讓校園充滿溫馨氣氛 事物欲敬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情不待 我們希望小朋友 在看完這部戲以後 再加上今天的一個 捐助的活動 讓他們能夠體會到 全世界所有的媽媽 都是愛我們的 因為三親家庭很多 那我們也會顧慮到 有些孩子不是只有媽媽 他也許照顧他的是 阿公阿嬤或者是爸爸 那我們都會讓孩子 像我們在講故事當中 我們都會跟孩子講說 不見得說母親也只會去 知道感恩媽媽 也是可以感恩你 剛剛才像那個雲橋的阿嬤來 我們大家一起感恩他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有些人有愛心 由於校地廣大 因此學校也廣招環保媽媽 幫忙整理校園 另外還有故事媽媽 獨金媽媽等等 感念這些母親平日的 無私付出 校方也藉機讓學生 獻花獻穩 向這些偉大的媽媽 表達感謝之情 很高興 然後孩子都知道我們的付出 我就很高興了 謝謝 有時候很少會講話 所以現在就是趁這個機會 母親節跟媽媽說 母親節快樂 辛苦了 應該是跟哥哥還有姐姐 一起存錢 然後帶媽媽出去吃飯 然後點他最喜歡吃的那一道菜 因為媽媽平常要上班 然後又要照顧我很辛苦 那我希望可以幫他分擔一些 家事或是辛苦這樣 這天可說是美群國小的感恩日 除了母親節感恩活動 校方最近也替因病住院 開刀的黃姓同學募款 並趁著活動 將30萬元捐給同學的阿嬤 有一個黃姓的小朋友 他因為腦部血管病變 那需要做緊急的醫療處理 那因為他家庭的經濟沒有辦法負荷 總共募集了超過30萬的經費 那我們先提拨給他 做醫療的一個捐助 不管是行善或是行孝都要及時 透過活動讓美群國小的師生 都上了一堂珍貴的生命教育課 記者吳一庭台中總道